张国立做人要厚道,没能点醒崔永元,如今谁在装糊涂? 这段时间沸沸扬扬地莫过于崔永元跟冯小刚剧组之争,想必所有人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是已经十分清楚,如今我们从崔永元的角度去去考虑,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再次侵害。 而站在的冯小刚团队的角度来看,续写手机一票房传奇也是分内之事。 双方都有自己的目的。 其实,从客观角度来看,崔永元在正常事件之中,做饭并没有什么不妥。 而且从目前公众的支持角度来看,小崔显然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,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,崔永元是利用公众人物的媒体全力公报私仇,做法不留情面,中国有句老话,做人留意线。 但日后好相见可见,如今崔永元是决心撕破脸,血战到底。 作为冯小刚多年的好友,同样也是手机一原创人马中的演员张国立,也对这次的争端做出自己的表态。 他首先是转载了冯小刚的微博,然后附上评论做人要厚道。 张国立这一评论迅速引起广大吃瓜群众的围观,大家都在猜测,这句话究竟是说给冯小刚,还是崔永元听。 不过是已至此,发现事件的双方,并没有多少厚道,一个沉默,一个激荡。 张国立跟冯小刚思交甚好,不难看出,其实是表态给崔永元。 但我们从崔永元的角度来看,并非是合适老张国立一介入,就能靠卖面子解决掉这个问题,毕竟曾经手机对崔永元的伤害,远不是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了,更何况是如金火上浇油的做法。 紫飞于安之鱼之悦张国立不是崔永元,冯小刚也不是崔永元,我们都不是崔永元,谁有能了解小崔的忧伤跟痛处呢?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?留言告诉我。